回到台湾上前行 节目现场 赶快先来请教预会节 因为刚才讲到 柯文哲现在的这个北市府态度 好像给人家漫不经心的感觉 可是柯市长他心心念念 就是2024的总统大梦 所以其实今天周刊T爆 说什么他已经敲定了 他们的党秘书长 总统竞选办公室的主任等等的 虽然柯文哲是都否认 可是他说什么 他说这个就是讨论的草案 不用拿出来说 但是草案也没有讨论到蔡壁如 怎么会这样 我觉得其实柯文哲或者是民众党 他经常透过媒体的放话 来增加他自己的声量 这个大概又是他们典型的手法 手劳之一 他自己先跟这个媒体讲说 可能谁谁谁会去进办 谁谁谁会去总统办公室 竞选总统的办公室 或者是怎么样 那结果媒体去问他的时候 他再来一个大否认 他过去曾经有好多次都是这个样子 至于蔡壁如的话 各位如果有刚刚有仔细听 这个柯文哲的访谈的话 他说这蔡壁如要先去处理 他论文的问题 那我个人认为说 那他大概蔡壁如在短期之内 就不会再接到柯文哲的电话 因为从蔡壁如被高宏安跟柯文哲告状 要求柯文哲赶快 这个据说了 这个江湖传闻 说要柯文哲打电话 叫这个蔡壁如赶快辞掉立委 后来果然蔡壁如就很阿沙利 就当天就辞掉立委 当天晚上就辞了 当天就辞 也不需要跟人家交接实习 什么都不用 就很阿沙利 马上就辞了这个立委 那跟我们现在看到高宏安 完全是这不可同日而喻 那蔡壁如 刚才柯文哲讲一句话 他要先去处理他论文的事情 但是从那个他辞掉立委 一直到现在 据传闻蔡壁如身边的人 说蔡壁如都没有接到 柯文哲的电话 那蔡壁如跟柯文哲 跟这么久了 而且这段时间 那柯文哲他包括去找 这个新竹 这个希望高宏安 能够安插一些的人事也好 或者是他酥酥酿酿 不管说他跑到冲绳 跑到这个新加坡 或者是他最重要的 未来他要选总统这件事情 但是你都没有看到 蔡壁如在这当中 蔡壁如已经透过媒体也说过了 他说他的户头里面只剩6万块了 再经过这么两三个礼拜过去 可能6万块大概又砍对半 但你没有看到民众党 对这个蔡壁如有什么样的这个文问 都没有帮他安排个位置 6万块而已 我也觉得民众党实在很妙 怎么会选举选到 这个是自己的钱掏出来选 或者是这个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们也不知道蔡壁如到底是怎么回事 那不过我觉得到目前为止 这个可以看到的是民众党的一个性格的特性 就民众党很典型的是一个一人政党 台湾在过去有几个政党 其实也是呈现一个一人政党的一个状况 那我们再看过去台湾的民主发展 这些的小党他如果是一人政党 所有的东西都只有一个人说了算 所有的规则 所有的政党的事务 所有的政党 所有只一个人来做决定的话 恐怕这个对民众党应该有前车之鉴才对 那民众党现在呢 你可以看到包括新竹市 新竹市他现在这个我们刚刚都讨论到了 新竹市的包括市长也好 副市长也好 那包括秘书长 其实都没有任何的行政事务 可能秘书长还有一些行政事务 但是这个副市长是过去没有行政事务 跟台北市的关联性 当然也只有秘书长有 那过去高宏安提出来的包括什么交通啦 文化啦相关的一些的建设 那这一些市长未来如何谋合 那这也是柯文哲完全插不上手的 因为如果高宏安的司法上面 出了任何的问题的话 那也是副市长去站带 那柯文哲也插不上手 所以我们其实在上个礼拜的时候 我们大家就发现说 柯文哲让高宏安选上了新竹市长之后 真的是让民众党要痛四年 除了说新竹市未来会没有市长之外 那这个民众党也会找不到 他们下一个寄生的对象 甚至于在选举的时候 我们也看到包括柯妈妈 包括柯市长 那一直去支持的这个苗栗的中东景 现在人家中东景也都希望 透过了同舟这个2.0 3.0 希望能够回到国民党 那柯文哲你又真的是 真的是三头空了 所以柯文哲与其算计那么多 这反而是误了他自己的性命了 柯文哲真高爽啦 不过算一算也是要来看一下民调 曹惠伟我们来看一下 因为根据最新的这个 2024总统大选的民调 目前赖清的29% 侯友宜38.7% 柯文哲看起来没唱 只有17.8% 现在状况是垫底的 那柯市长被问到的时候 他就说啦 那这样子很好啊 大家不是更放心 你看柯市长都故意这样子 说得没要没要 可是其实最在意总统大选人就是他啦 賴委员 柯文哲自己就说过啦 2024他不参选才是新闻啊 可见得他这个已经志在 志在必得就是一定要参与这场选举 他讲的已经非常非常的清楚了嘛 所以现在在说什么竞选办公室是空穴来风啊等等 其实可能只是还没有找好地点啊 还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张啊 而且就剩这么几天了就要交接了 那现在已经被大家攻击成说啊 他又把甲腕穿小鞋啊等等的 他大概想说把这个礼拜拖完之后 然后再来更换一个new patch 这样子新的一页的时候 再来讲这件事情嘛 那我是觉得坦白讲啦 其实台湾民众哦 对柯文哲也实在是太宽容了 这几年啊 那所有的人呢 我们每一个人在讲话的时候 莫不是小心翼翼就生怕自己讲错一句话 讲错一个字要查证再查证 可是坦白讲就柯文哲 从头到尾真的就是胡言乱语啊 然后讲话没有一次是 这个前言和后语可以对得起来 但是今天的自己打脸 昨天的自己他也没有关系啊 所以你完全不能理解 为什么他现在可以用这种态度在回答 不管国民党的议题也好 民进党的议题也好 那像刚刚在说的这个副市长的这个部分 明明就是这么过分的事情 而且如果没有柯文哲的受益 彭震生敢这样做吗 是啊 你那我可能干嘛 对不对 而且就在我们都这样认知的时候 柯文哲自己还出来讲说 彭震生就是负责管理行程 不要冲突的啦 都主要是我 对啊 就是你啊 所以你应该要出来负责任啊 为什么也没有人指责他呢 这个也是我们搞不清楚的地方 但这个人就是皮皮啊皮皮啊到这里 那我们就习惯了 我们也就习惯了 反正他就是一个丑角的角色 好啦 没有关系啦 他就继续扮演一个丑角 丑角是不可能当上台湾的总统大位的 至少这一点我对台湾人民还是有信心的 好 说到这个选总统 这个林涛这边 你们国民党感觉也是暗潮汹涌 我们先来看啦 因为有一份这个网络民调 而且观众朋友注意这份网络民调 其实我们有稍微去查一下 它也是比较偏青蓝媒体的这个频道所做出来 里面有一项是说有78%的民众认为 国民党只要有朱立伦出来 如果是朱立伦代表 那就无法打败民进党 那媒体朋友当然会拿这一题去问朱主席 可是昨天朱立伦好像有点动怒 人家记者赌麦这个媒体都还没说完 朱立伦就说我知道啦 应该是百分之百 我帮你回答百分之百 所以难道朱立伦也这样觉得吗 如果由他出来百分之百 没有办法打败民进党吗 林涛 我想这个回应记者的时候 只是说会觉得说 这个民调它也不是媒体 它也没有做网络的民调 它就是一个YT的个人的部落格所 做出来的统计 叫做这个比特王出任务 他自己做一个统计 所以有时候就是说变成说 他也不是机构 他也不是媒体的预测 他也会觉得有点三条线 所以他当然这样回应 当然你可以写百分之百 如果说自己的YT 他还可以写百分之两百 所以我觉得说 朱立伦这样回应 林涛你怎么看 这样有得体吗 有需要这样对记者 记者提问 其实朱立伦也可以很开心的 很轻松的方式来回应说 没有啊 这就像你刚才讲的YouTube频道 但是其实我觉得 他回百分之一百就是用这个态度来 就是说其实这本来你一百或两百 他就变成说 他的态度是很轻松很自在 他其实很轻松自在 我看他是很想念 其实我觉得说他没有太 就是说去聚焦 或是说去纠结在2024的议题 其实我觉得在这整个 整个2022的选战 刚结束的时候你可以看到 其实国民党是南瓜大部分的县市 可是他其实很低调 他跟各地来做 这个朱主席跟各地来做感恩资旅 其实谢谢大家给国民党机会 实实在在的做事 用政策来大于政治这样的做法 我觉得其实他不管是在这一次的结果 到现在对现在整个2024的议题 我觉得都很自在 特别是现在国民党全党 是在昨天嘉义市长严选之后 总结之后还有1月8号 还有南投县的立委的补选 我觉得现在国民党有一个氛围 是大家是团结在一起 而且大家是想要进一步的 来一起来打仗 我觉得这才是朱主席的这个做法 那我也要提到一个部分 就是因为今天这个某媒体也提到 就朱主席这一次当主席 有三大重点 第一个就是希望说 南瓜的县市是过六都过半 他我们拿到四席 那希望这个拿到这个县市 有超过十六的县市 包括这个潜在的金门跟苗栗 确实国民党达到十六的县市 第二个部分就是国民党的支持度 要高于民进党 不管是今天的台湾民意基金会 还是几天前的国民党 国政基金会的民调 其实都展现这样的一个部分 第三个就是要国民党 要在华府设立驻美代表处 我觉得朱主席他已经达到这三点 我觉得是应该给他肯定 所以有时候拿一些个别的YT 来问他这些问题 他也会三条线 朱立伦需要大家给他鼓励 可是昨天他这样讲 难免会让人家觉得说 他自己是不是自暴自弃 那刚才其实就像林涛讲的 嘉义市长选举落幕之后 接下来还要看一场就是 1月8号台北市立委的补选 那王宏威现在一直在叫嚣 一直在叫正 说要来辩论 那吴云农的回应是说 那王宏威就没有证件 要从哪里开始辩呢 我们休息一下 等一下回来再麻烦 范老师帮我们补充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